好,我们这档课接着讲杂质半导体 刚才不是讲纯净半导体吗?也叫本征半导体 现在我们讲杂质半导体,这是指什么呢? 你比如说,现在N型半导体 刚才我们这个还是本征半导体 可是里边呢,我们掺杂了一些五架的这些元素 刚才这个本征半导体是四架元素组成的 现在我掺杂了一些五架的元素 比如说这个棚啊,或者是这个森啊,这些东西 假如说,我现在这是五架的 那五架的这个电子跟四架的电子形成工价件以后 它贡献出来四个以后,还剩下一个电子,对不对? 剩下这个电子,当然它就跑来跑去了 可是这个半导体当然整体还是中性的 因为你跑出来一个电子,可是这个本身还是一个离子,对不对? 因为它本身是不带电的嘛 所以现在呢,这个时候有一个电子 多出来一个电子,它可以跑来跑去 那这种半导体,掺杂的半导体呢,就叫N型半导体 因为电子跑出来了,叫N型半导体 你这个杂质啊,掺进去的时候啊,不能太多 你多了的话就坏了,对不对? 就是很少一点点,所以它就有一点点这个电子跑出来了 那么这些电子,它的能量在什么位置呢? 那么这个,你可以用这个量子学可以计算 这些电子的能级是在近代里边,仅靠空带处 你举个例子,我们现在这个半导体不是架带是满的吗? 导带不是空的吗? 现在杂质,这个是五架的这个原子 五架原子提供了一个电子,电子能级在这儿 仅靠这上面的那个导带,仅靠上面的导带 这个,它们之间的这个能锡大概多宽呢? 能锡啊,是10的-2次方,这很小的一个能锡 就它们之间,我画的是这个是比较夸张的 实际上它们之间是很小的能锡 所以,你这些电子,基本上在通常的这种温度下 基本上可以随便跑到上面的导带上面 它跑到导带上面的话,这导带不是有电子了 不就可以导电吗? 你这个电子不是这个能级贡献的吗? 所以这个能级叫失足能级 那导带就可以导电了 所以,电子导电 因为它导电,导带上有电子,电子导电 我们把它叫做电子导电型,就N型半导体 这是 那么,当然有人说,这里面就没有空穴吗? 当然也有空穴,为什么? 本正半导体里边,电子出来就有空穴出来 它们不是既有电子导电,又有空穴导电吗? 这里面也是一样的,对吧? 也会有电子出现,然后空穴一块出现 所以既有电子导电 但是电子导电是占绝大多数的 因为这里边的电子是由失足能级提供的 所以这是电子型半导体 毕竟半导体是什么呢? 就是刚才四架的那个本正半导体里边 掺杂了三架的这些元素 三架的元素 刚才,这个是彭啊 刚才那个是那个什么,零 对不起,说错 现在在这里面,这个是彭 彭是三架的 彭三架的话,它跟周围四架的这个原子 形成构架件的时候,它不是只有三个电子 不是少一个电子吗? 所以等于是,它要从其他的这个电子 其他的件里边要一个电子 在这里边形成满的构架 四个电子,满了 那其他地方,如果你从其他地方把电子要来了的话 别的地方不是少一个电子吗? 就多了一个空穴,对不对? 刚才按我们的这个空穴概念的话 等于别的地方就出现了空穴 那你这个不是,有一些 你只要有这样一个杂子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空穴出来 然后这空穴可以在这里面跑来跑去 不就可以导电吗? 那不就是空穴导电吗? 所以我们这是P型半导体 那么跟刚才这个电子型半导体一样 你这个不是四组能级是紧靠上面导带吗? 现在你这多出来的空穴这个能级在什么位置啊? 因为我前面说了 空穴你可以把它当做电子一样处理 空穴能级在什么地方呢? 空穴能级刚好是紧靠着架带的上面 紧靠着架带上面 这是空穴能级注意啊 这不是电子能级 所以它是你这个架带上的电子 可以跑到这空穴能级上 填这个空穴的 你填这个空穴的话 你就可以接受架带上来的电子 所以我们把这个叫寿主能级 因为这个紧靠它 它离这个下面的架带也是很小的一个距离 所以它发二十分电子幅的这个量级 所以很容易电子就跑到这空穴上去 你跑到空穴上去的话 架带上不就出现 架带跑到空穴这个能级 电子跑到空穴这个能级 架带里边不就出现空穴了吗? 那空穴在架带里边不是可以导电吗? 所以这是空穴导电型的 对不对 然后这个能级不是接受了 从这样架带跑过来的电子 所以它叫所谓受阻能级 所以这样的半导体 掺杂这样的三架电子的这个半导体呢 叫P型半导体 那当然这里面你也可以说 这里面也有少量的电子啊 这没问题 但是空穴是占主要的 主要是从受阻能级 受阻能级接受了这架带的这个电子 然后这个架带里边就有空穴产生 它就变成导弹了 对吧 还有一类半导体呢 是属于化合物半导体 它不是像那个硅量 所有的四架归合在一起的 它是化合物 比如说深化架呀 这个深是五架的 这个架是三架的 它是化合物 明白这件事啊 所以它们之间的这个是 跟这个本正半导体是不一样的 一个 可是它是五架 它是三架 三个电子 五个电子合在一起 不是还是八个电子吗 它们之间互相分配 也变成这个共加件 然后联系成这个半导体 在这样的化合物 这个化合物半导体里边 假如你把这个五架的这个原子 用六架的这个 比如说D 六架的D 代替五架的深 那你这个 本来这个五架深在那的时候 这个共加件 大家都是电子 刚好是和谐的情况 你现在多了一个电子 电子不是多出来了吗 这个电子多出来的 不是到处乱跑 不就变成了N型半导体吗 那跑出来的这个电子 当然是属于 处在四组能级上 对不对 跟刚才那个N型半导体 是一样的 化合物这个半导体 也有P型半导体 比如说生化价里面 你用新 二架的代替了三架的 那么又少了一个吗 少了一个电子 少了电子 那不就又出了一个空穴 空穴可以跑来跑去 这是化合物半导体 也有P型的 就是你杂质掺进去的东西 如果少一个电子的 掺进去了 那它就是出现瘦组能级 拨一个电子的 掺进去了 你就出现四组能级 那电子就多了 对吧 也是这样的情况 那么这种 这个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说 你不一定 这个杂质一定要掺 你不可能就是 杂质就是在这里面掺的 就是五架的 对不对 那你有的时候 比如说四架 归于那个半导体里边 有的时候五架的 那个原子也进去了 三架的也进去了 对不对 这可能吧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画出来的话 你实际上是 导带下面也有四组能级 架带上面也有瘦组能级 对不对 这就看你这个半导体是 N型半导体 还是这个P型半导体 就看你这个 四组能级上的 这个电子多呢 还是瘦组能级上的 空穴多 对不对 假如说 你这个四组能级上的 电子多的话 压导性多 会怎么样呢 你这个四组能级 当然你容易 跃迁到下来 对不对 跃迁一下来 把这下面空 空穴能级填满了的话 因为它这个四组能级上 电子比这个要多得多 把这个填满以后 它不是还有电子吗 那电子还可以经过热激发 跑到导带去 导带还可以导电 那这个时候 这个半导体 当然基本上是 N型半导体了 清楚了吧 如果是瘦组能级的 这个空穴多 电子少 电子 把这个所有电子 都跃迟下来了 填一些空穴 可是还有一大堆空穴 还空着呢 那瘦组能级上 空穴还空着呢 所以架带还有机会 电子跑上去 那这里边不是 还有一些空穴 可以导电吗 那这时候不是 P型半导体吗 所以你通过这个 掺杂这个杂质 你就控制 你掺杂哪个多 你掺杂的这个 瘦组杂质多 那它就变成 P型半导体了 你如果是 施组的杂质多 它就变成N型半导体了 就是这样 对不对 那根据这种 杂质补偿作用呢 我们可以 做成P型阶